观众朋友 午安 我是宋燕民 欢迎收看华视五件新闻 头条焦点要带您看到真的很嚣张 有20多名的年轻男子 他们跑到台南第二监狱前 摆放了一整排的烟火 迎接好兄弟假释出狱 但这阵仗太大被警方给制止 没想到这群人很不满 直接呛人 还对原警标骂三字经 虽然警方快打部队 在10分钟之间就到场支援 但人早就已经不见踪影了 警方随后也逐一传唤当事人 到案说明 都与住宅的火有关系 我们先来看到有一名32岁的理性男子 他跟朋友吵架 居然跑去对方 位在新北市戏指的住家楼下 丢直汽油袋 呼吸民众听到两声巨响 之后发现这机车起火了 随后冲下楼灭火 而警方根据监视器 发现这男子朝公寓 连续丢了四次的汽油袋 现场爆炸声火光四起 还有火势没有扩大 造成进一步的伤亡 接下来这火就非常大了 我们来看到台中七起 台湾大道上的一处建案工地 昨天晚上7点左右发生了大火 火势从地下室往上延烧 虽然消防队在9点多就控制火势了 但残火不断 消防弟兄整整花了14个小时 才把火成功扑灭 起火原因 台中市议员张耀忠就怀疑了 是有人在工地焚烧建筑废弃物所引起的 因为他说这个建商其实两年前在台中高铁的建案 也曾经发生过工地大火 但建商透过声明表示 失火的原因还有在相关单位做进一步的调查理解 一般人存钱可能会到银行邮局或是农会余会 但房间还有一种储蓄互注射 是由民众合作成立的非盈利金融机构 社员不但是可以储蓄拿利息 也可以申请简易贷款 但在云林轮备乡的轮光储蓄互注射 却传出了有职员掏空储户的存款 这总金额将近3000万 许多社员担心辛苦存下的血汗钱拿不回来 天天到互注射守候 而互注射说目前已经联络到 这名涉嫌捐款潜逃的女职员 而且设内有保证基因 不会影响到社员的权益 后续将召开会员大会 共同来商讨解决跟处理的方式 今天是9月21号 也是9A大地震第23周年 在地震过后 我们将这一天定为国家栽访日 而但因为前几天强震 手机警报频频的响起 今天上午在访演习之后 又发出了演习的警报 让大家都封紧了神经 都很担心是不是又要地震了 而另外在沿海地区 还发布了除了地震预警之外的简讯 还有这个沿海的海啸警报测试 当地里长也透过广播来播放警报民敌 但就怕民众信以为真 觉得说那是真的太恐慌了 这派出所也派出了巡逻车沿街广播 要澄清这不是真的要忍车管制 要大家不要担心 防灾的观念要从小做起 今天上午的9点21分 在访警报响起各级学校都非常的谨慎 以校园广播的方式 模拟地震发生时候的状况 因为平常就有教小朋友避难的口诀 包含了趴下 掩护跟稳住 在台北市仍爱国小的学生都非常熟练 可以看到他们第一时间 都拿起了课本或书包护 住头躲到桌子底下 而在高雄幼儿园的小朋友 虽然年纪很小 但可以看到也非常乖巧 按照老师的指示进行避难的演练 而这几天连日地震 到今天清晨一直到中午 其实都发生至少有7起的有感地震 而这正央都还是在花东 最大规模是有4.7 由于今天是921大地震23周年 大家都很敏感 也很怀疑是否地震的百年周期要到了 我们待您看到 其实学者就讲了 他说这921地震的时候 规模是7.6 但是花东这次的规模是6.8 但能量已经将近7.0了 他说像这样子的地震规模大概30年 会发生一次 而在这个目前有人是预估说 如果双北发生像是花东 这一次规模的大地震的话 其实他非常担忧 会有严重的灾害 尤其这个房子可能会有一万栋的房子倒塌 而另外地震中心的主任也讲到了 他说这两天 这花莲的地震其实已经逐渐进入尾声了 但是他还是要提醒 未来一个月都必须要提高警觉 同时他也做出了预测 其实他说 这迦南地区是未来必须要警觉的地方 也是他们监测当中的重中之重 年底县市长的选举将近了 天下杂志也公布了 2022县市长的施政满意度调查 我们待您看到 这屏东县长潘满湾真的很厉害 连续四年拿下冠军了 而他还讲到说 即将卸任了 这也是送给他最好的毕业礼物了 另外高雄市长陈其迈 他的名字则是上升了9名 是最多 现在是第10名 他也说好像是拿到了最佳进步奖 再来看到翁正良 以及桃源市长郑文灿的名字都有上升 但是下降的就包含了 新北市长侯友宜 以及卷入论文风波的林志坚了 而柯文哲 他还是最后一名连续三年都是垫底的 他也自嘲上任八年来 好像只有第一年不是垫底 想穿清却造成反效果了吗 论文抄袭风波延烧 新竹市长候选人高宏安被指控博士的论文抄袭 而他昨天召开了记者会反击 他说了我们今天不是像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 才要去做台大硕士来灌水 意外引爆阵校的风波 巧合的是 10月6号高宏安原本排定受邀去中华大学演讲 网友更是毫不留情大酸说 找个瞧不起自己的人来演讲 这间学校真的很励志 对此高宏安出面致歉咯 他表示用词不精确 让中华大学的师生有不舒服的感受 诚恳的向大家来致歉 会虚心的检讨改进 不过事情呢 延烧的时代太旺了 今天中华大学的学生 会也向校方来建议 演讲暂缓或是延期 我还看到针对疫苗资料 存风30年一世 国民党立院党团 今天上午到了台北地检署 告发前卫福部长 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候选人陈时中 独职 要求政府公布单击疫苗的采购价格 而无党籍的台北市长 候选人黄山山也批评了 疫苗数字到现在都还是个谜 对此陈时中表示 如果公布保密时程跟单价等 那台湾不就是说话不算话的国家了吗 另外陈时中也大算 国民党主席朱立文曾经说过 疫苗再贵也要买 但还好自己没有听他的话 至于有没有读职 尊重法院调查 来关心疫情 BA.5的高峰还没到 但是光是今年 这累积通报的病例数 就即将要突破600万例了 光是今年的确诊数 就已经高达595万多例了 而这将近600万人 其实不能够太过放松 以为自己染疫之后 就有无敌新兴的抗体 来护体了 因为根据美澳的研究来表示 澳洲病毒的专家就研究 他说染疫之后 康复这病毒依旧是可以影响 免疫功能长达半年的 而另外在美国的部分研究 他说其实染疫之后 不是有无敌新兴 反而你的T细胞的功能会变差 康复之后依旧是会有慢性发炎 跟自体免疫的反应 也表示说是更容易感染其他的疾病 中国面对疫情坚持清零 采取严格的管制 但没有想到手机游戏也跟清零扯上边了 中国最近有一款叫做 杨了个杨的手机游戏爆红 许多人是玩的没日没夜 希望可以破关 但却有人疑似破不了关 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他的子嗣状况 外界一直无法清楚掌握 他跟太太里学主有孩子吗 南韩媒体分析了北韩官媒 最近公开9月9号 北韩建国74周年的国庆晚会影片 发现金正恩在看其中一段 小朋友的表演的时候 他笑得特别开心 而且镜头还特别给了一位 不是主角的小女孩 好几次的特写 还得到李学祖的特别关爱 也猜测这位小女孩 很可能就是两个人的女儿 连日地震 花东大楼岛桥梁段 而今天正逢9月1地震23周年 总统蔡英文一早是来到花莲 来视察当地的栽访演练状况 除了查看 特教学校的避难演练 也到体育馆确认 要是真的碰上大规模救灾的需求 会如何动员 蔡英文也强调 救灾是同作战 要强化打造防灾环境 而花莲圣长徐真卫则 是向中央喊话 希望可以多多支援 以花东三线市的防灾以及消防设备 而连日地震 不管是人或是动物都有不同的反应 但您看到这只可爱的柴犬 这地震发生当时 它根本就是把地牛当成是它的摇篮 整个反应非常淡定 大家也说真的是太萌了 而另外在南美馆的这个僵尸 它碰上了地震 宛如是活过来 整个活跳跳的左摇右晃 让游客吓到尖角不断 我们来看这位 它是意大利跟泰国的混血甜心歌手 Tina 首度访台也接受华视新闻的独家转访 她提到在隔离期间 碰上人生第一次地震 直呼真的是太可怕了 也因为一直很喜欢台湾 还特别创作了一首歌献给台湾 让你一起来听 印度的太极马哈零 是世界七大奇景之一 根据官方统计 一年大约是有700万名的游客逗访 但这边不只有骨鸡 还有大批的猴子乱窜 他们看到人类就会上前抢食物 甚至还咬伤了游客 英国的路透社就批评 这些猴子根本就是恐怖分子 很多人听到垃圾车的音乐 就会提前来等 知道垃圾车要来了 不过常有人错过垃圾车 追者垃圾车跑 最近有一段 来看到这几辆抗议车 在台南很有名车主是一名商人 因为财务纠纷官司失利 六七年前开始 以改装车子架布条的方式来抗议 展开马拉松式的抗议行动 期间他有按时缴交停车费 但是因为只要开动车子 就违反交通处罚条例 车主不时还会雇用壮汉 用人力推车的方式来移车 也被地方民众戏称是台南十大传奇之一 再次准备